娱乐中心林伟番报导汪小飞爆料小S长期使用棉药斯诺斯 张兰更值小S每天要服用20颗图翻射 微博女星大S和汪小飞离婚后 汪小飞购入信义 宅登记在大S名下 汪小飞还需每月支付100万元台 作为生活费之用 为料爆出她基欠500万元台币生费 遭大S提告让她连名下的S Hotel孔遭查封拍卖 对此小飞火大直接晒出一年来累计给大S共4049万 并报安眠要害死我们大小S全家 直言要不是提告 我把你忘了 汪小飞怒轰小S三眠要害死我们全家 会找我了解的律师起诉 图翻设字微博汪小飞 婚分产两头空大S再婚就爱聚俊夜生活过的甜 滋 让汪小飞心情相当复杂 忍不住将大S家事全了 并且爆料小S长期服用斯诺斯 且不经过医生方 通过第三方拿身份证取药 斯诺斯是什么东 就是喝酒哭家直播 要不然就是起步来 根本动聊 汪小飞甚至怒枪小S本人汪小飞 不怕是 也不 是 斯诺斯害死我们全家 你再跟我逼逼 我会找了解的律师起诉 我在台湾没人 但是对你 我有 是人 他并不忘怒枪大S 要不是你告我 我早就把 忘了 汪小飞怒枪大S 要不是你告我 我早就把你 聊 图翻设字微博 汪小飞也爆料小S老公徐亚军 多屁徐希地 你就踩着你姐的人血馒头上位 他不 你老开心了 我就是你最想看到的 你自己过得 好就整你姐 恶魔 你自己过得好不好 你压自己 到 你妈过生日 家庭节日哪个不是我安排的 你 公呢 我一个北京哥们儿 我妈都没安排好 我告 你你老公干嘛呢吧 就在你们家楼下的会所找 娘呢 你放个屁吗 别他妈的来逼逼我 你们家上 那个用你钱买的房子 好多屁 你再跟我逼逼 真他 得让我心 好多屁 好多屁